在拍攝的途中就突然就有几个警察进来那个地方 他们都拿着他们的防暴盾 盾牌 二三十个防暴警察 全副武装来包围我们 也不是说突然间就公布出二世代少年要上映了 也是有一个就是有个过程 其实今晚以后就陆续跟一些有意思的发行商在谈 其实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当然是高兴的 不能够在香港可以供应吗 但是这个消失可能可以提发 到香港还在做不同创作的朋友 可以把他们的作品也 就算不能够在香港可以放映 也可以去就是来台湾 可能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平台可以去公开放映 我们比较希望就是少年跟时代革命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博士的模板 就是有点带头这种说 其实是的 现在有很多压力 比如说政治的压力 然后会导致一些制作上资金的压力 令到很多创作者觉得很举步维艰 但是如果时代革命和少年能开启了一种模式的话 其实大家就可以更有自信的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创作 那些民间收救队的部分 其实我们几个主创自己都有参与进去 然后从参与得到了一些灵感 最先是我跟陈力行就觉得 这已经是一部电影的结构 就是用一天的时间去找一个不认识的人 然后是和一帮不认识的人在一起 就四处奔波 有个时间的压力这样 刚刚就像您也说 就是大部分都是纪录片嘛 就是对于社会运动或什么的 那我们就想 我们能不能用一个类型片的方式来拍摄这个题材呢 而且正好这个题材也蛮适合用类型片的结构去拍摄的 就是当时我们是这样觉得 还有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刚刚开始就是主办了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在运动的 现在想起来就是在运动的早期也已经开始吧 对 那个时候其实普遍的香港人 也刚刚开始就是在思考 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参与运动吗 还有更多的人在思考 如果我没有那个能力 或者是我有一些考虑 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呢 我们是拍电影的人 然后我们就用电影的方法去参与吧 一定有了 所有的角色 但是不是说特定一个人 比较像是我们在运动中或在生活里观察到一些人 我们把他打碎拆散 然后再重组这样 比较像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事件也是肯定是 因为譬如那些找人的时间的压力 我们是找真的有参与收救行动的社工去问 比如说五分钟之一小时 是一个高危时段 然后就是再过就是四个小时后 就是有一个波幅的 他发了一个PPT给我们看 就做填调的时候 做资料收集的时候 所以就是其实整个过程 可能会有一些 就现在人说 怎么会这么傻 大家用脚去跑 去找人 就是去喊 现代社会怎么不上网去找 但是那时候 大家真的是这么傻 对 真的是一部分人在网上不断发布消息 或是互相联络 但是真的有步兵 要街上去找 开着车去找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都是基于现实而来 没有啦 真的 这个问题蛮有趣 你是立刻有问这个角度的 挺有心意 我没有遇过这个问题 一开始是剧本里面有血 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第一搞剧本 就大家也觉得 我们不可以 就是一株干 把一船人全部打死 觉得我们恨香港警察 就所有都一定是坏的 创作者要持平一点 就是要 就是人性 都是比较立体的 不可能说一坏就全部坏的 但是就是经过了一年的停拍 然后我们观察 然后我们观察真的发现没有 只有越来越差 越来越坏 对 那譬如像就是联合监制 他编剧 例行 他家里就有 就是有家庭成员是警察 对 也有一些小插曲 是他回家吃饭 就什么的 就是见到他 也知道他的立场 也知道他拍了这部电影 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小插曲 对 这方面倒有 但是说有没有暗中有警察 跟我们提供一些资料 这个就真的没有 对 对 一开始是我们都在 就挣扎考虑 怎么去还原一些抗争的现场 因为我们 我们的态度是不是太想把演员带到抗争现场去拍的 然后但是没办法 因为的确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运动最炙热的阶段 那很没办法避免掉一些 就是要还原一些说 当时正在发生的抗争现场 那怎么去还原呢 我们又没有钱 对 所以后来就是说 因为有一次在陈力行家里 就就谈来谈去 谈不出一个想法 然后就喝酒 那就喝茫了 就开Netflix来看 就正好看到那个哥普拉的那个吸血鬼 就Dracula 对 他一开头就是一幕中世纪的战争 但是就是在一个红幕面前 用剪影来交代 整场战争就是用剪影交代 然后我看了 就马上跟陈力行说 就这样拍吧 然后就发 把那个Dracula的那个片段 发给就是林森那时候摄影师 就大概就说 那就这样拍吧 其实我们每一天的拍摄影 基本上都很困难 对啊 很困难 因为那个时候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就 如果我们 因为我们演员都是穿黑衣嘛 如果我在街上其实很容易给警察抓 对啊 所以我们中间也经常遇到警察 有一篇就是在一个后相里拍摄 就那群少年的康正杰 他们在准备去 对对对对对 然后逃跑了 那个时候我们拍的时候就 已经很小心 但是就是在拍摄的途中就 突然就有几个警察 进来那个地方 防部警察 他们都拿着他们的防暴盾 盾牌 盾牌啊 还有很多的武器 我们也 哇真的 真的 对啊 对对对 连那个叫曾源的 就是军装警察 他自己也愕然啊 他自己也在那里睡睡念说 没想到来这么多人了 我们也猜不到 会那个资源有这么强的资源 二三十个防暴警察 全副武装来包围我们 不用真的 我们真的不想限定观众 用什么心情去看 就因为香港不能上映 而在台湾供应 台湾就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就是希望 我们是希望观众进场去看 但用什么心情就 那是他们的自由意志 对 各位影剧好友梗的粉丝们 大家好 我是少年的导演郑霞 我是少年的导演林森 非常感谢影剧好友梗 为少年做了这次的专访 现在少年正在台湾供应 希望大家也可以尽强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时间 去电影院 感受这份来自香港的精神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香港又救不了 快快又救不了 香港是不会为你的死而改变的 我知道 希望我这份对自由的决心 可以影响你对运动的看法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